無論交易的價格 稅率是會劃一 調高到交易額的15% 为了压抑楼价 政府两个月前再推加辣椒 将满卖住宅物业印花税调高 不过加辣之后首个推售的房产项目 元朗Gran Yohu第二期 首批推出166伙 价单平均赤价17,998元 职工截实平均赤价14,888元 较项目一期首批单位高大约2成1 亦比现时同区二手市价高近2成 反映发展商进取 如果说二期整体的条件 是比一期下街的 包括坐向较多南向的单位 间隔也较多元化 其实我们今次的定价 与我们第一期最后一批单位相约 整体来说我们首批单位算是优惠价 另外根据价单首度提供的一房小单位 最贵更加超过800万 价单赤价近2万元 截实赤价大约645万元 预料挑战同区 甚至新界西北最贵一房户记录 发展商也提供解力优惠 向指定单位买家提供重价 及买家重印花税七成回赠优惠 即合共占楼价最多2成1 选用这个计划的买家可享留价3%的折扣 ONTV东网电视新闻台报导